江子牙执掌封神宝 手中还有制约万神的打神鞭 照理说权力最大的神仙应该就是他自己 可结局最后江子牙却无神位可做 那么榜上最好的神位到底封给了谁呢 很多人认为这个位置是黄飞虎的冬月天气人圣大帝 他总管三界急凶后福 又执掌一十八重幽冥地府 翻一应生死转化 人神仙鬼 据从冬月看对方可施行 可以说是权力无边 还有人认为权力最大的乃是中天北极紫薇大帝 国一考忠孝两全 圣人都为之一态 故此才把他封为天庭最大的紫薇大帝 为道教四语之一 地位仅次于玉皇大帝 其实这些都不是权力最大的神位 原著中说的相当明白 榜上还有一位极为低调的神仙 清神服法剑 他应讨伐持有永功 原始天尊亲口许诺 百剑为三界首领 发布三百六十位 清服正神之职 负责同管绑上所有神仙 就连大帝也要向他低头 江子牙之所以排不上号 就是因为有百剑压着一头 毕竟他的功劳再大 也抵不过百剑讨伐持有永功 我可以按下来说明儿的那种 可以按下来说明儿的那种 那种 可以按下来说明儿子